狼狼的神州大地有过多少英雄豪杰 盛烂的中国文化可以出多少文明之花 也有多少东方艺术受到世人的瞩目 在我国流传着一派古朴而神秘的武术传者梅花船 梅花船的架子装部为静,行部为动 练时要静如山岳鼓盘时之稳 移动江河穿流不息,行之波浪有其有福 装部练全身之气,行部练行动之水 装部就是要比不动挤不动,行动中求静 装部重时,比威动,比先动,如忽然而动 架子可以单练,亦可以二人,四人等多人对练 特别是在多人对练中,要照顾四面,容览八方 能进能退,知宽知展 现在我们干的是大事,顺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